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我们将来祷告感谢 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上星期二十月的三十一号 是什么日子 万圣节 Halvest Night 那也对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日子 1517年10月31号 在德国一个小小的城市 叫做威丁堡 一个小教堂里面 一个小小的神学院的教授 马丁路德 他在那个教堂里面 贴了95条 举起了翻转世界的 宗教改革的大旗 就教会要回归到圣经 唯独靠恩典 唯独靠信心 唯独荣耀神 唯独靠耶稣基督 所以 基督是信徒与神 建立和好关系的 唯一的中宝 那么500年过去 改革仍在进行当中 教会仍然需要 常常的反省 需要回到 圣经的信仰的根基 神的话语上面 需要审视我们 是否偏离我们 所持守的意向和使命 这样才能够 更好地能够在 这个弯曲 被谬的时代里面 能够荣耀神 见证神 也影响我们的社区 教会如此 组成教会的 每一位信徒 也应该有这样的反省 所以我今天想 介绍一句话来 一段圣经的话来 和大家一起来反思 那么我的题目是 跨越障碍奔跑天路 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想到了使徒保罗 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 他想到自己 快离开世界 他在题目太后书里面 写下了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了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守的道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了 所以保罗跑的是一条天路 天路的开始点 是起于信心 死于信心 也是神的救恩 当然这是一条感恩的路 这是个恩典之路 但是这条路漫长 艰辛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疲乏 这些好像是否成为我们 奔跑天路的一个障碍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怎么给我们答案的 我们来读一下西伯来书十二章的一到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把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么这段经文需要说明的前面 十二章的第一节的前面 有个连接词 和本圣经没有翻译出来 那么这个连接词是 所以表明十二章 以十一章密切相连 成前起后 那西伯来书的 当时的读者对象 是一群具有犹太信仰背景的 老基督徒 他们在那个逼迫 以歧视的环境当中 有的人的信仰开始动摇 想回到对他们来讲 相对安全的犹太传统中间中去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 特别的强调 耶稣基督的超约性 他超约天使 超约摩西亚人 他是超约摩基 摩基西德的大吉士 他超约律法 在全书中有许多关于离弃信仰 真道的警告 所以当时他也列出来 在西伯来书里面 许多的这样的可能的危机 第一是离开真道的危机 在第二章一节里面 他劝勉他们 不要因着他们信主的时间长久 就水流飘去 还有信心上的危机 在西伯来书的三章或四章里面 他都有提醒 要警惕 谨慎 不要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起了 还有呢 他们属灵生命停止不前的危机 在第五章第六章里面都讲到 本来应该是做师父的了 但是仍然只能吃奶的 信仰生命停止不前 也因此 他们不再 有些人不再固定的聚会了 所以在十章的二十五节 劝勉他们 不要停止聚会 想停止灌了的人 也因此 许多的人 不再有侍奉的热情 所以在十二章的一到第二节 劝勉他们 要仰望 为他们信心创始成中的 救主耶稣基督 然后在六节到十一节 就讲到神的管教 那十二节开始就说 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挺起来 不要再走偏了 回到信心的生命历程上 而在十一章里面 希伯来斯书的作者 列出了许多犹太信徒 非常熟悉的人物 这些人物 他们在各种的试验当中 因着信跟随神 有了美好生命的见证 他们跑完了 他们当跑的 信心的生命历程 所以希伯来斯书的作者 就劝勉他们 效法这些见证人 能够跑完 他们当跑的天路 当然这个天路 不是一个短跑 是一个马拉松 在竞赛里面最辛苦的 有两个 一个是三千米 或者五千米的障碍跑 还有就是马拉松 但是这个天路 好像是障碍跑 加上马拉松 不但漫长 还有障碍 今天可能我们所 面对的这个环境 不像那个初代教会的信徒 所面对的那种 那样的逼迫 但是我们可能 也会有我们的压力 难处 成为我们奔跑天路的 一个障碍 比如说我们工作中 会不会有压力呢 湾区里面 很多弟兄姊妹工作 都有压力 而且换工作都成为压力 我工作了二十多年 只换了 感谢神 只换了一次工作 那时我们换工作 好像还有三样 bonus 现在好像有 不过我们那时候 没有考试 现在的软件工程师 换工作 我看好像开启了 高考模式 重新开始刷题 刷到半夜 你知道二三十岁的时候 刷刷题是可以 你过了三十岁 再刷题 真是很困难的 你刷不过那些 二十几岁的人 刚刚毕业 公司那些都没有忘记的 所以我们都会面对 我们所有的压力 身体的疾病 会不会产生压力 当然会的 而且社会的 这个世俗社会的变化 变迁 时代的变化 都会跟我们带来影响 我们所在的美国 活过去不一样了 我们的祖国 也会过去不一样了 这些变化 活多活少 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但是 时代会变化 唯有一件事情不变化 神的话不变化 神的真道不会变化 世界都会过去 神的道却永远长存 神的应许 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唯有抓住这些 应许 抓住神话语 神的应许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 生命的历程上 不彷徨 迷茫 甚至跌倒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 你是否有今天 我在这边 列出来的那种危机呢 希望神的话 能够提醒 让我们能够谨慎 自首 不要中途而废 能够跨越这些障碍 跑完我们当跑的 信心的历程 是的 和马朗松相比 我们的天路历程 很多相像的地方 漫长 艰辛 容易是人疲乏 据说 参加过马拉松训练的人 我相信没有一个 可能很少有人 不经过任何的训练 就去跑马拉松吧 可能那是非常危险的 一件事情 但是据说 能够通过马拉松训练 最后站在马拉松的 起跑线上的人 十个人里面 只有三个人 能够站在起跑线上 就是drop rate drop out rate 是百分之七十 十个人里面 参加马拉松训练的 只有三个人 能够站在 马拉松的起跑线上 所以 我们的天路历程 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刚才讲漫长 艰辛 疲乏 那么我们怎么来 跨越这些障碍 跑完我们当跑的路呢 尽管天路漫长 但是我们却不孤单 我们有那些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般的 来围绕着我们 我相信西班牙书的作者 在写这段经文来勉励 当时的信徒的时候 他一定想到了当时 非常流行的 Olympic的运动 在Olympic运动当中 运动员在万人的欢呼 喇喊中 叫你真胜 是为了得到冠冕 得到荣耀 同样在我们信心的生命 历程当中 我们有许多的 这些见证人 为我们摇旗拿喊 但是他们不只是 拉拉队而已 因为他们本身 也是 信心生命历程的经历者 而且他们也是得胜者 他们已经得到 他们当得的奖赏 在十一章里面 一共出现十六位 有名字的见证人 但更多的是 无名的见证人 他们共同的特点 就是信 在十一章里面 因着信 因着信这个短语 出现了二十次 这些人 他们在各种的誓言当中 一生持守对神 应许的信心 圣经上讲 说尽管他们并没有 得到神的应许 去用信心的眼睛 看见了神的应许 看见了什么呢 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为我们所预备的 那永恒的家乡 所以十一章的最后 他总结说 因为神给我们 预备了更美好的事 叫他们 若不以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所以这些云彩般的 见证人 是否告诉我们 他们和我们一样 是和我们一样 性情的人 他们能够跑完 他们的信心力 生命历程 我们没有理由 不能够跑完 所以这些信心的见证人 在历世历代 鼓励了千千万万 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跨越障碍 跑完天路 那么这位 这个信心的生命历程 这个天路漫长 但是我们不孤单 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们有许多的同路人 在跑马拉松的时候 运动员之间都是竞争者 互相要看谁跑得快的 但是我们尽管是 同跑天路 但是我们不相争 我们是彼此勉励 彼此鼓励的同路人 刚才那位 竟然说 贝纳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那不表示那个路程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是一样的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里面 那些见证人 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 都不一样 神给他们每个人的试验 生命经历 都是不一样的 但他们信心的对象 是一样的 他们的盼望是一样的 他们都得了 他们当得的奖赏 所以他们都是同路人 我们今天 也有许多的同路人 我们一起来奔跑天路 在西伯来书的十章的二三节 你可以看见 出现了好几个彼此相对 彼此勉励 彼此劝勉 因为我们在 在天路的历程当中 我们有许多的 我们彼此成为同路人 彼此来鼓励 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 我们可以介绍教会的各种聚会 使我们得到吉利 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 都参加了上 十月份的 我们的宣道年会 很多弟兄姊妹都为 因为蔡牧师的见证和分享 得到大大的吉利 非常感动 我愿感动我们的圣灵 继续帮助我们 愿这些吉利成为我们 奔跑天路的一个动力 我们当然需要这样的 常常有这样的聚会 但是更加感谢神的是 我们还有一个教会 我们有个属灵的家 我们有团企的肢体 我们一起成为同甘苦 共患难 在圣心生命的历程当中 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拉拉队 感谢神 这是我在每一个团企 每一个团企小组里面 所看见的 当一个家庭或者一位肢体 有难处的时候 许多人不但 弟兄姊妹 虚寒问暖 带导 而且提供实际的帮助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许多人 都是这些 都受过这样的帮助 而且自己 也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感谢神 我们都是同路人 我们能够跑完 是我们能够跑完 信心的天路历程 好不好 对你 左边右边的弟兄姊妹说 感谢神 我们都是同路人 好不好 是的 感谢神 天路漫长 我们不孤单 因为在我们 属年的家中 我们有许多的同路人 刚才我讲过 参加马拉松训练的 只有30%的人 能够站到起跑线上 比例非常低 但好消息是 只要你站在起跑线上 跑完的比例非常高 超过了90% 同样 我们只要我们信靠耶稣 我们在座可能 还有一些人 还没有信靠耶稣 你的生命也是一个路程 但是结尾在哪里 你可不晓得 但是我们只要信靠耶稣 站在天路的起跑线上 真正的相信他的救恩 我们的天父 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训练我们 让我们能够跑完 天路历程 尽管过程艰辛 但是那些艰难 那些艰辛 那些困苦 似乎是障碍 但神却转化成 对我们的祝福 所以在西伯来书的 十二章六到十一节 他把这个训练称作管教 在十二章的八节里面 他说管教 原是种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所供受的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有例外的话 就说明你不是儿子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又为什么 我们都会遇到难处的 当我们信了主后 我们都会遇到难处 我们都会有艰辛 因为神要通过这些训练 这些难处 让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 让我们能够改变 我们生命中的坏习惯 使我们能够放下重担 奔跑我们前面的路 所以这个艰辛 是双重意义的 它既是障碍 这些难处 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不愿意 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会把这些转换成 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祝福 所以这些训练 使我们能够知道 什么是我们 我们的正确的得失观 什么是我们应该要的 也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我们生命中 我们有的 什么是我们没有的 所以经文当中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健身人 如同云彩围绕我们 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残论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放下重担 就是轻装上阵的意思 你知道在一世纪的时候 那些跑参加竞赛的人 那些运动员 他们实际上是吃身露体来跑的 我想那时候没有谨身衣 他们为了得到冠冕 得到那个荣耀也豁出去了 吃身露体来跑 当然那时候人 他们很讲究身体那个健壮的美 所以那什么是我们 要放下的重担呢 就是那些拦住我们 来跟随主的人事物 放下容不容易呢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的 耶稣也跟我们讲过一句 非常有名的话 大家都非常熟悉 人若赚得了全世界 什么 赔上自己的性命 有什么益处呢 道理我们懂 但放下并不容易 这就为什么 神允许在我们生命中 有些难处在我们生命中发生 要训练我们 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我们真正要要的东西 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 正确的得失观 在十二章第一节里面 讲到那个见证人 希腊文里面叫做matu 英文实际上的那个 那个殉道者或者烈士 就来自于这个词 mutter 所以说 从那个宣教史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看见 宣教史实际上 整个宣教史就是 宣教史的一个殉道史 奔跑天路有艰辛 苦难甚至牺牲 但是很多时候 这种艰辛 是因为我们抓住太多 拦住我们以主的关系的东西 不放而产生的 这些事物成为我们以主 跟随主奔跑天路的一个障碍 所以常常需要 神的训练管教 我们才懂得放下 我想亚伯拉罕 如果没有那二十年的等候 或者你可以把称作神的训练 或者管教 他不会有后来的 相信神是死人复活的主 献上耶撒 摩西没有四十年 在旷野的等候 在旷野的神的训练和管教 也不会有西伯拉书 十一章二十六节 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评价 他看为基督受的凝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他懂得放下 因他想望所要的赏赐 正因如此 在旷野的时候 当民众 他跟那些百姓在抱怨 想回埃及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凝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四十年的旷野的训练 神让他知道 什么是他要的 什么是他要放的 圣经中这样的例子 实际上不胜枚局 套用西班牙书十一章的一句话 何必再说呢 如果要细细说的话 时候就不够了 当我们对 世俗的一些东西 那些男主我们来跟随主 奔走天路的东西 抓得越紧的时候 当神的训练 神的管教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艰辛 越痛苦 西班牙书十二章的十一节说 反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所以弟兄姊妹 天万不要把 世上的事抓得太紧 否则当神 要你松开手的时候 你一定非常的痛苦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 神一定会让你这样做的 还有第二点 就是神通过这些艰辛 要让我们知道 清楚地知道 什么是我们没有的 让我们来依靠神的 依靠神的信心 在十二章第一节讲 要我们脱去 容易残虑我们的罪 奔纳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对当时的那些遭遇 逼迫的犹太信徒来讲 最大的危机 最大的罪就是不幸 回到犹太传统的信仰当中去 重新靠自己的义行 来讨神的喜悦 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很多都已经信主多年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如果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 没有一个人会说 自己不是罪人 但是我们是否会 因着信主多年 把我们的侍奉 把我们参加团契 把我们参加主日学 教导主日学 您修敬拜善行 当作我们的义呢 我们真的能够像保罗 当他快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你还能这样说吗 当我们把我们 没有的 把那些宗教的行为 当作我们的义 我们不再会有感恩的心 我们不再会有 我们不再会有来亲近主 来依靠主 那种喜乐和平安 马丁路德 深深深地知道这一点 在他临终的时候 他说 在上帝面前 我们都是可怜的乞丐 这是应该祭取的要点 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 这个讲道的时候 这段话也 深深地出动我 我愿意在神面前祷告 让我认识 也承认 在神面前 我没有任何拿得出来的义 在神面前 我所有的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神面前 我唯有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 单单信靠他的救赎恩典 长生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才能够走在永生的路上 我才能够跨越障碍 跑完我当跑的路 我们神喜悦的仆人大卫 他深知热点 所以他在诗篇139篇 有这样一个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 神啊 求你见朝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验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路 大卫在神面前祷告说 神啊 见朝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验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难道神不知道他心思吗 他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他是求神帮助他 来看自己生命中的 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 让他能够更好地来依靠神的恩典 走在永生的路上 我们人很容易质疑的 上个星期 我和几个年轻的弟兄在一起 门训 因为他们都有些难处 说 哎呀 好难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他说 要是我信主之前 更坏一点就好了 更坏一点的话 反差大嘛 那别人看到我就说 这个人不一样了 我们人很容易质疑的 实际上我们在神面前 一无是处 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所以保罗他在信主 服侍主这么多年的说 他说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因为只有这样认识到自己 需要恩典 我们才能够心存忍耐 跑完我们当跑的路 我们才能够此所 我们所信靠的 那个信心的对象 存心忍耐 来奔跑天路 圣经里面有许多 关于忍耐的教导 马太福音就两次 记载了耶稣基督 劝勉门徒要忍耐 这句话重复出现了两次 完全一模一样 什么说呢 是唯有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 最缺少的就是忍耐 特别是现代人 你说你 我很能忍耐的 你只要看看 想想你现在读文章 或以前读文章的态度 现在我们很难 把长文章读完了 那微信上的文章 稍微长一长 我看两段就放下了 我们都没有耐性 现代人常常会 高估 高估 我们在短时间 能够完成的事情 常常会低估 低估那个恒久忍耐 所能够产生的 除了意料的果效 所以我们侍奉一遍的 做两年 不想做了 我就做了这么多年了 还做 所以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的忍耐的心 愿神帮助我们 当然我们的恒久忍耐 不是盲目的 而是有方向 有意向 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有一个故事 大家可能很熟悉 就是这个叫 Florenza Chadwick 她是第一个 就在英吉利海峡 从两边 英国法国双向 混渡的选手 地位妇女 在1951年的7月4号 她就想 就要横渡 从Carlonina岛游到Long Beach 那这个横渡最大的挑战 实际上不是距离 不是距离 而是那个太平洋 就是冷得刺骨的海水 最大的挑战是那个 那么那天她游 7月4号那天她游的时候 非常不幸的是 海面布满了浓雾 她完全看不见海岸线 就在冰冷刺骨的海水当中 她游了15个小时以后 她放弃了 实际上她放弃的时候 她离那个海岸线 只有半英里的路程 后来她记者采访她的时候 她说 她说我不是为自己找借口 她说如果我能够看到 海岸的话 我可能已经成功了 我已经成功了 所以不久以后 她又再次尝试 就横渡这个 卡特尼娜这个海峡 那么这一次也非常不幸 又有浓雾 但这一次她成功了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她一直坚信 她一直持守这个信心 海岸线就在前面 海岸线就在前面 她一旦不停地反复告诫自己 所以她这次 勇敢地浑渡 卡特尼娜海峡成功了 而且她这次的成绩 超过了当时男子 跨越卡特尼娜海峡的成绩 比男子好了 就快了两个小时 非常了不起 那么她能够 弗洛尼娜能够成功地 横渡卡特尼娜海峡 当然离不开她平时的训练 让她能够有极大的耐力 这个和她平时这种 长期的训练 让她能够忍耐 常人不能忍耐地艰辛 当然和这个有关系 但是也像她在第一次 横渡失败后所说的 她是因为看不见海性 她失去了信心 所以非常可惜的 在离海岸线 只有海岸只有半英里 就是三千米的距离 她就放弃了 当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 我们也会疲乏 但是我们需要 来看那个终点的标杆 才不会失去信心 半途而废 那标杆是什么呢 就是十二章第二节所讲的 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天路尽管漫长而艰辛 但是我们不孤单 有云彩般的见证人来 激励我们 有天路的同路人来 勉励鼓励扶持我们 当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忍 禅了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就能够奔跑天路 但我们还需要 常常仰望 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我们才不至于迷茫 失去方向 上个月的十月 十月二十二号 意大利有一个马拉松 这个马拉松已经举行了 二十年 那么这个马拉松 这一次第一次 二十多年第一次由 意大利本土的选手得了冠军 那为什么他会得冠军呢 是因为那个引路车 就是引路的车 马拉松前面有引路的车 那引路车走错了方向 那走错了方向 他怎么得冠军呢 因为第一个团队 马拉松你知道 每个体力都不一样的 常常第一个团队 都是那些得冠军的 还有第二团队 第三T次 那其他都拉得更远了 那第一个团队 就跟那个引路车 引错了路了 所以当他们发现方向错了 想转回来 再赶了 再追的时候 为时已晚 所以那个意大利选手 比前面这个团队 慢了一分多钟 就他得了冠军 但是当我们 仰望耶稣的时候 这样的事情 绝对不会发生 耶稣 他会引领我们 来走天路 让我们不 让我们不至于迷茫 在中文经文里面 讲到创始成终 那个创始那个词 就是意思什么呢 信心的原创者 他是信心的原创者 所谓的信心都是来自于他 那么在西伯来书的二章十 第十节 也把创始这个词 他有另外一意思叫做元帅 就救恩的元帅 在二章第十节 所以他是信心的创始者 原创者 我们的信心都是源于他 起于他 那么那个城中呢 这个词只在这地方出现过一次 整本新卫圣经 这个希腊文这个词 只在这地方出现过一次 这个词的本意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工作已经开始了 那么有人把它圆满的去完成它 但是我们的主 既是我们圣心心的开始者 是救恩的元帅 也是完成者 所以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 我们仰望这个词有依靠的意思 来依靠他的时候 他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完成 但很可惜啊 很多时候我们看环境 看人 看自己 唯独不看耶稣 所以我们当然会疲乏 我们也会迷茫 失去我们生命的方向 二战时期 在欧洲的荷兰 有一个家庭 家庭其中一个孩子 叫做Coral 他们一家帮助了许多的犹太人 托尼那个追杀 但是非常不幸 后来被人告密 就他们一家都给抓到集中营去了 这个Coral的姐姐也死在集中营中 后来Coral他谈到这段 生不如死的集中营生活的时候 他说在集中营当中 唯一让他能够活下来的动力 就是对耶稣基督的那个盼望 所以他后来谈到这段苦难的时候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看世界 你会很伤心 如果你看自己你会郁闷 但是如果你看基督 你会得安息 愿我们在我们跑天路的路上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基督 他一定会引领我们跑完天路 他一定会救赎我们 让我们能够跨越障碍 跑到终点 因为救我们的元帅 他为我们的缘故 也受过十字架的羞辱苦难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也能成为软弱者的帮助 就是十二章的第二节后面一段讲的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这是一段神的大爱的描述 那么什么是摆在前面的喜乐呢 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坐在 就是耶稣复活 生天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但也不只是这一点 那个喜乐也包括 耶稣他甘心情愿的 他喜乐为我们受苦 为你我受苦受死 他甘心情愿来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 有时候在想 这位赵无主 这位神的儿子 他怎么能够为我的罪来死呢 而且受这样大的羞辱 我不能明白这一点 听我姊妹 我不知道今天 你的淑灵光景为何 你是否疲乏呢 你是否遇到极大难处 在沮丧当中呢 你是否不像当初那样 在热心的侍奉神呢 愿主 在带会我们您圣餐的时候 愿主 愿圣灵 把神的大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让我们能够真真住到 患难生忍耐 审耐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祂是能够 在软弱时帮助我们的主 让我们仰望祂 能够跨越障碍 跑完我们当跑的路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神面前 来安静 来思想 思想主的大爱 思想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是何等的恩典 是何等的恩典 也是想 我们是否离开了我们起初的爱 我们不再 有世主的热情 我们 在靠 做公之法 不再靠信主 信心之法 离开了 我们救恩的 主 愿主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举起 发酸的 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再回到 心心的 真道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我们要感谢祢 我们要赞美祢 因为祢没有按照 我们的罪孽 过犯来对待我们 主啊 祢为我们的过犯 罪孽 祢甘心情愿地 为我们受羞辱 受鞭打 忍受了 十字架的苦行 恩主啊 我们不明白 祢为什么 喜悦我们 做这样的事情 祢把救恩的福分 赐给我们 让我们因信 成为神的儿女 以神和好 恩主 今天我们众人 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让我们重新 来仰望 祢这位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救主 耶稣 祢是我们 救恩的元帅 就是求祢 救把我们 让我们 举起下垂的手 挺起 发酸的腿 继续来 跟随主 祢我们中间 有难处的 有软弱的 求祢 祢来救把我们 让我们能够 跨越障碍 跑完我们 当跑的路 愿主 祢自己的圣灵 把祢的大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主 我们信 不够 求祢 加添 加添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 靠主 得利 靠主 得胜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为 荣耀 主的器皿 我们这样的祷告 感谢 祈求 是奉救主 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